无障碍之家的家民们按照复健医师和物理治疗师量身定做的基不可施养肌计划 运用各种运动器材增加四肢的活动量 再加上营养师设计的健康菜单 少油少糖高签饮食 结果有十位家民成功减重 充满青春活力 成功率超过30% 我们有设定他一个体重增长 就是说他那个减的一个比率 那经过大概我们一年的一个执行 那目前其实已经有不错的一个成效 有十个家民 他本来体重过重 那已经成功的很健康的一个减重 然后成功率达到30% 另外针对体重过轻的家民 医护人员也会特别进行吞咽训练和饮食营养规划 增加吸收成功增重 也强化了体能 改善的成果让团队工作人员更有信心再接再厉 那有一些家民他本来原先体重比较轻 那因为他可能在吞咽的部分 有一些些的困难 那也经由整个吞咽改善的一个训练 然后也加强他的一些营养的一些增加 然后让他的营养的一些收能力变得比较好 那他也成功的有增强了他的一个体重 那他的体能也能够很健康做了一些提升 由于无障碍之家是一处全日行的住宿机构 家民们每天都待在里面很少有户外的活动 造成体重过重或过轻的情形 因此再结合小港医院依照家民的身体状况 设计健康计划 逐步改善每个人的体态 为了维护我们家民的一个健康 减缓他们的一个退化 那我们有特地跟小港医院的医疗团队合作 为我们的家民打造 两生打造他们的一个健康维护的一个计划 那我们会经由就是定期的健康检查 还有些小港医疗团队的一个进我们家 进无障碍之家来做医疗的一个助诊 因为疫情的关系 目前无障碍之家的人员进出人有管制 因此家人亲友探视的部分人以视讯为主 工作人员也会尽力做好疫情管控 保护家民的健康 因为疫情的一些关系 那我们做数型的肾脏机构都还没有开放 外界进来参观或者是来做一些探访 那我们都会依据那个 参观疫情指挥中心的一些相关的规定 提供我们家民一些相关的一些健康 跟生活的一个照顾 那也跟家长做充分的一个配合 藉由健康的吃和规律的运动 让无障碍之家的家民保持身体健康 在心情上也会愉悦许多 计划执行一年多就有不错的成果 工作人员将为家民的健康持续努力 记者黄冠维 来长邦高雄报道